大盆菜是粤港澳地区逢年过节首选的一道团圆菜 几乎年年都能出现在广东人的年夜饭上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寓意美好 有着盆满钵满 加肥乌润的好兆头 每逢新春佳节 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 吃的不仅是山珍海味 更是合家团圆的那份幸福和快乐 这里是广州酒家位于黄浦大道的一家分店 在我身旁是摆放了各式各样的特色产品 那么在我手中拿着的 这个便是每一个老广州人逢年过节家里的餐桌 都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它就是汇聚了山珍海味的越式大盆菜 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诱人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饱满翠滑的鲍鱼 入口即化的海参 还有十余种珍贵食材被浓浓的汤汁包裹 越式大盆菜是一种杂烩菜式 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每逢喜庆节日 人们围坐在一起享用 寓意团团圆圆 我特别喜欢大盆菜 因为这里面的产品内容特别丰富 那也意义非常好 就是寓意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圆一起过大年 随着饮食文化的不断融合 人们对盆菜口味的需求也越发多样 在原有烹饪工艺基础上 厨师们也对传统大盆菜进行改良和创新 五零后 六零后 四零后 中情鱼 鲍汁 豪王 的味多的 八零后 九零后 零零后 都是喜欢那个气质 中口味 新排味的味道 还有东南亚那个风味和那个麻辣 那个汤底来做的 今年的话是有八款的这样子的一个盆菜 消费者非常喜爱 因为我们是愈先愈吃好的 所以它非常的方便 非常适合现在的一些都市人 三沙卫视记者左登胜 刘晨坤 一强 广州报道